當今天跟喜歡你的男生出去 你會發現你很容易跟他對到眼 這也代表這個男生的眼睛對你有大量的凝視 這個現象也代表說 他對於眼前的事物保持著興趣、熱情跟愛情 害到我撒謊 沒錯!今天就是要教你們破解男生對你發出喜歡的訊號 不用在那邊一直糾結他到底喜不喜歡我 然後一直煩惱何時該前進何時該放棄 連擁抱都沒有勇氣 別急,慢慢聽我今天的分析 第一,我會跟你說男生喜歡你會對你怎麼出招 第二,男生喜歡你行為模式的改變 第三,就是要教你肢體語言的觀察 那為什麼我們要靠這些行為去判斷呢? 畢竟常常嘴巴說沒有 行為還是會很誠實的表現出對你有興趣的樣子 所以到底會對你怎麼出招呢? 小時候男生常常要吸引女生的注意 會做出一些惡作劇的舉動 但長大後,亂惡作劇會被討厭 還會被笑太幼稚了 所以開始演化成 可能明明旁邊就有四五個人在 但偏偏就是想把話題轉移到你身上 想用言語鬥你取笑你或是戲弄你 反正他們就是要挑起你的注意 而這個行為也是從小時候開始慢慢演化上來的基本模式 接下來他絕對會開始想盡辦法拿到你的LINE或是IG 為了就是想要延續你們之間的樂弱度 但訊息的聊天就是重點 如果聊一聊就消失 然後又突然的出現 有可能你遇到的就是一個戀愛高手 不然就是這個男生嘴巴上說在意你 但其實他們還是有別的曖昧對象 不然真正在意你的人 絕對是秒讀秒回 就算有事情也會跟你說 所以男生拿到你的LINE或是IG之後 除了是繼續跟你培養感情之外 另一個目的當然就是要單獨約你出去啦 約你出去之後 一定還會再次約你下次單獨的行程 除非你們單獨出去玩之後 突然覺得你不是他想要的 他就不會約你了 所以你要看的是 他們後續有沒有再次的約你 這很重要 出招講完 那接下來就是要講他們出招的行為模式 一些刻意曖昧的小動作 也代表他想要跟你提升你們的關係 但往往經驗不足 很容易露出破綻 因為在喜歡的面前絕對會緊張 除非他是資深的戀愛玩家 才不會表現出太緊張的樣子 而這些各種拙劣的手法 就是為了想要跟你有肢體接觸的機會 想要縮短你們之間的親密的距離 這樣才會開始產生曖昧的氛圍 而且你只要發現他整個人越來越不自在 也代表他的緊張程度越來越高 尤其是肢體接觸時那個緊張程度 絕對是判斷他喜歡你的最好依據 若你們真的不會觀察也沒有關係 因為就要進入我們下個環節 肢體語言 那我們要觀察什麼呢 當然是身回靈魂之瘡的眼睛 當今天跟喜歡你的男生出去 你會發現你很容易跟他對到眼 這也代表這個男生的眼睛對你有大量的凝視 這個現象也代表說 他對於眼前的事物保持著興趣、熱情跟愛情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眼睛這個觀察點 那說完眼睛 再來就是說身體的傾靠 當你在說話聊天的時候 他的身體會往你這邊傾靠 腳的方向也會朝向你這邊 大致上這些基本的判斷 你可以去注意看看 最後我想說的是 在你面前很緊張的人 也就代表這是喜歡你的表現 如果你也喜歡他 千萬不要嫌棄他拙烈的出招 因為在喜歡的面前越是緊張 越代表他們不會用什麼技巧 但有可能會讓你感覺不自在啊 或是很尷尬 那相反的是 經驗豐富的老手 反而才是讓你感受到輕鬆自在的氛圍 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處理得很冷靜 不會讓你有感受到任何的尷尬 所以想要什麼樣的愛情 有時候就是在你看人的那一念之間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阿華 偷心教室 阿華 阿華